我們今天跟一個人說邪靈,他很合作,很願意,很聽話 邪靈的情況很嚴重,因為他接觸靈界很重要 最重要是接觸一個人養鬼仔,接觸過非洲巫術的人 又有四面佛,又有文米,很多事情他都有,有啟了觀音 他一又是神感動他的,總之不可能認識我的情況 神感動他去某處見到一個人,那個人就介紹他來找我 也是神的安排,因為他影響他的工作 他上班都不能夠正常地做事,我首先在電話裡跟他祈禱 祈禱後,他已經說我身發得很重要 我跟他做了一段時間,最好是面對面去做 我今天就跟他做了一段時間 我自己對於說邪靈,我有這樣的經驗和體會 我發覺這樣說,其實是看一個人的 有些人因為他不太聽神的話,或者他對神沒什麼信心 或者他跟神的關係不太好,不太相信神的愛 是難一點趕邪靈的 但當一個人很肯相信神的恩典,又有信心 又肯願意給神用,給神祝福 他就會容易趕邪靈的 我今天就很明顯看到,其實之前我都會有這樣的做法 但今天很明顯看到這個果效是怎樣做的 我叫他被認罪,斷住邪靈的關係,又跟他趕邪靈 那時候他就立刻硬了,很多人都有這種情況 立刻硬了,馬上擺來擺去又很緊要 我告訴他,你有信心,信信耶穌祝福你,又放鬆他人 放鬆他人,把他吹出來,你有信心,奉耶穌命 他就要離開了 他就這樣做,一做,立刻又鬆了 雖然他也是來來回回的 我們循環地做不同的邪靈去跟他說 一會兒回來也有些少,但越來越弱了 反應是越來越弱 起初的時候,我一說話,他就立刻有反應 但後來我回來的時候,我們一起在車上聊天 他也沒有問題 他說到耶穌,他有時有少少反應 一會兒也沒問題 我就告訴他,你有信心 相信耶穌的愛,輕鬆,放鬆的人 你有信心的時候,奉耶穌命趕邪靈便可以 立刻他會離開了 如果自己平日有一張電影,就立刻說耶穌 心裡想或者說出來便可以 有時有些情況未必容許他 耶穌命趕邪靈 或者他這樣說耶穌或心想邪靈便可以 而他人放鬆,有些邪靈的力量 立刻放鬆即是覺得沒問題 一吹,就會鬆 今天很明顯的,我們都攝錄過過程 就是看得到,當他緊張,硬地和他撐 他就很難走 但當他一鬆,就很容易走 而且在神的愛中 很多時候我趕邪靈,就幫助這個人 相信神的愛,相信神的恩典 相信神的祝福 神是愛他的,神是聖過魔鬼的 當他相信的時候,很快到後期的時候 每次有些邪靈一趕的時候 是五秒鐘,就立刻鬆了 又是第二樣 所以到後來的時候,是越來越鬆 這是我其中一個經驗 第一,不用大聲 第二,不要一直趕,一直趕 你這樣趕,你趕很久 可能他都一樣是這樣反應的 因為他在那陣子沒有什麼信心 就好像趕也趕不到 但是在那陣子,他一放鬆 一吹,他心裡想著他會離開 一吹,就會鬆了 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情況 是覺得很特別 那你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關於邪靈那方面,講邪靈 會不會有些問題 正經說,斥責他 我看有些人是很強烈的 就是去講這些很大聲的 那其實是你老臭的 分別是怎樣 因為你又很柔和地去處理 斥責不一定要很大聲的 斥責不一定要很大聲的 是的 我看過有些人大聲到 後來會殺 因為是否大聲的邪靈就會走呢 因為是耶穌的權柄 因為我實在和人趕邪靈很多次數 有人找我,都會有少輕微的趕邪靈 有些人會有嚴重的趕邪靈 如果我斥責大聲喊的時候 對他的聲音不太好 而我發覺最重要是他相信 一相信,立刻就離開了 所以你看到聖經記載 其實耶穌也沒有說到 耶穌是很大聲的去趕邪靈 就是叫他走就走 所以不一定要大聲 在我的經驗來說 我是不覺得需要大聲的 可以大聲 不過何必大聲呢 當你細聲都可以的時候 不一定需要大聲 如果一個人入了邪靈 是比較難搞的 很多雕徒 雖然有軟弱 不一定有邪靈入侵 不過不代表我們可以隨便犯罪 但如果有些人有邪靈 是比較麻煩的 就是他比較難地趕他出來 我自己就發覺最重要是 他肯深信神的愛 處理生命 每天去親近神 讚美神 在神的強烈動作 去奉耶穌命趕邪靈 他就會清 但如果他趕邪靈回家 又有吵架 那他又會那些邪靈 就是那些又會又彰顯 有一個人很明顯的例子 就是很多年之前 我已經和他趕邪靈 趕邪靈的時候 似乎是釋放了 但是他始終生氣 他經常說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他沒有接受 他的丈夫 為何他信耶穌 而會這樣表現 我們勸他 也勸不到 接受不了 人就是罪人 即使基督徒一樣是罪人 一樣會犯罪 當他經常生氣 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但後來也是一樣的邪靈 就是因為他沒有處理 所以我覺得是要在神的同在 多些在神的同在 親近神 深信神的愛 然後奉耶穌命趕邪靈 如果有人肯聽神的話 就會清理 耶穌也有說 他說 你不要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厲害 就是說 犯罪可以令人更加被邪靈潛擾 或者疾病潛擾 這是其中一個經文 政卿也說 不要讓魔鬼留地捕 魔鬼好像敲叫的獅子遍地遊行 尋找和吞劈的人 他都是不斷找機會去攻擊人 如果一個人生命是沒有破口 他就自然魔鬼 就沒有機會去攻擊他 要處理生命 即是不要讓神人有機會去攻擊 不讓神人有機會去攻擊 也很重要的是這個人是否相信神和懼怕 有些人他都處理生命 不過處理小一樣就是懼怕 即是聽到邪靈他就怕了 看到有人有邪靈潛擾 他就可能怕了 這個又是會有破口的 即是我們任何負面情緒 負面思想都可以成為一個破口 我不是說有親害怕 有邪靈 即是我們什麼時候有 我們不用去定義 不過那個人說有 我們就和他趕邪靈 如果他說沒有 他又有親近神 又一直都很平安喜樂 他又趕邪靈 又沒有什麼反應的時候 就不需要擔心 即是我們不需要擔心 但其實處理生命 很多人有好處 第一 聖靈的同在強烈 聖靈因果強烈 又有聖靈的能力去祝福人 處理生命有個人開心 整體都是非常好 譬如先那個姊妹很明顯看到 我跟她說話 她又立即有反應 我說這就是聖靈臨在 在她身上 立即做功 這是一個恩典 即是當我們越走在神的路上 神的同著就隨時隨著我們 我講邪靈都很多時候 用一個方法 就是看著她的眼來看邪靈 這個是我聽過 即是有人說 我發覺很有效的 他就說邪靈在人的裡面 他就看到外面 他就在眼裡看到外面 所以呢 當我們看著他眼珠 他又看著眼珠的時候 他的眼珠就看到我們了 看到我們的時候 也看到神的同在 這樣的時候 他就更加明顯 那些邪靈會有反應 即是這位姊妹 我都叫他一路看著我眼 我又試過沒有看著眼 我問他有沒有分別 他說有分別 我看著眼的時候 他就覺得是有分別的 但他不是害怕我 他沒有害怕我個人 是他裡面的邪靈有反應 我都試過 很久之前 我跟一個人說邪靈 因為其他事情 他有些反應 硬了 他打開眼看著眼 他就立即大喊 即是他裡面的邪靈 就會懼怕 這是趕邪靈的時候 其中一樣是有幫助的地方 還有有時他們會說 身體這個部分 就會有麻痺 有硬著 有不舒服 我就會叫他 他把手按在那裡 或是我們同性的 就跟他按在那部分 然後就 按到他那裡鬆了 他就會覺得舒服了 有很多人會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有些是鼻 有些是硬著 有時候都發覺 有邪靈在裡面 不一定全部都是 但有些情況都是 就是趕邪靈的時候 所以我會問他 在趕邪靈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反應 有沒有什麼感受 做慣了 你就會好看到神的真實 就會對侍奉更加有信心 還有更快 祝福到人 並且祝福到人 並且祝福到他的朋友 他只是帶給他的朋友 他只是打給他的朋友 也說 認識到有些人 都在這種問題裡 都想我們去探望他們 幫助他們 即是幫到一個人 然後他立即打開很多道門 我們就可以進入很多人的生命 去祝福 這也是多謝耶穌 有聖靈能力的祝福 是很快的 一種是趕邪靈 另一種是 醫治的女兒 或者是情緒的問題 當他一個人得醫治 他又告訴他周圍人 這就會很快 將福音可以傳給更多人 並且提升他的生命 譬如有聖靈的姊妹 他都說他予以給神用 因為他是耶穌跟他說的 他又聽到耶穌的聲音 有些人有邪靈 他聽到兩種聲音 很明顯 當他處理好生命的時候 邪靈都趕走 他會說一些負面的事情 叫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又告訴他自己不好 但耶穌的聲音不是 他就說 你去找耶穌吧 你去哪個教堂找人幫你 很明顯 那不是魔鬼的聲音 叫他傳呼聲 他又會傳呼聲 因為他又聽到 將來當他處理好生命的時候 邪靈都趕走 他就會很清楚聽到神的聲音 所以其實這個 在他來說 不是每個人都有邪靈都聽到 邪靈的聲音 但在他來說 他是聽到的 他將來釋放後 他就會成為一種祝福 一個恩賜 這是讓我們看到 我們在聖靈的運作裡面 就會有很多神的工作 看到很多人得到生命的改變 提升他的生命 做習慣了 就好像家常便飯 看著人有問題 看著他改變 我希望大家聽到會渴望 但有些人覺得很遙遠 可能有一天 你真的有機會去趕邪靈的時候 你會看到 我都可以 那時候你就會發覺 不是那麼難的 你一做過 你就會覺得不是那麼難 難處是我們要處理生命 如果沒有處理生命 或者是在罪中 邪靈就會知道 他會攻擊 我都見過有人 他有罪 人都有罪 不過有些人在明顯的罪中 或者沒有回應神 那個人有邪靈 他立刻知道 哪個人是有問題 曾經試過一次 有一個人 他很凶惡的眼神 他看著我 但我一點都不怕 我看著他眼 我看著他眼 奉耶穌靈的邪靈出來 一說 我的眼神 我只是這樣 我不會看著他 我覺得不需要挖 我不是要嚇 那個人 是裡面邪靈的回應 所以我看著他 我都是普通的眼神 但他一靈轉身 他就看著另一個基督徒 那個基督徒真的很害怕 馬上反彈 後來我們問他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他說 裡面的邪靈知道 誰在罪中 他就會攻擊那個人 所以我們如果說邪靈 一定要我們自己處理好生命 要不然 你跟別人說完 你回家都會很辛苦 裡面會有辛苦的感覺 但是你處理好生命 什麼人都無所謂 不要介意 不用緊張 不放在心上 就是祝福人 又練習人 又搖說人 那就不容易有破口 我們其實都不用一定 告訴別人 你是有邪靈 其實 也不一定要定義 他一定是有邪靈在裡面 你總之趕的時候 他有反應 你就做到他沒有為止 有時是情緒 有時是邪靈都未定 我又不會告訴別人 不需要告訴別人 令人覺得很害怕 不需要的 但是你祈禱的時候 有這個感受 可能他裡面有些東西 或者看到他的表情 好像很害怕 表情有些很負面的感覺 你試試奉耶穌靈 這些懼怕 這些憂慮 擔心 憤怒 都離開 如果你說的時候 都有反應的時候 一個可能性真的是情緒 一個可能性真的是靈界 有些人會說 全部都是邪靈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 我又不想去掛實一定是 我又不想說不是 總之我覺得不需要定義 但有些很明顯是有邪靈 就像是先過人的例子 我們一說耶穌 他馬上就會有反應 那些就很明顯 有些是 其實我們對於靈界的東西 和人裡面的靈界構造 到底這些情緒 影響他到什麼程度 我們不知道 到底這個和魔鬼的勢力 到底是怎樣的影響 我們不知道 如果我們知道 那就最好 但不知道也不重要 那你趕又真的有反應 那就跟他講完 OK 有一個人 就是他們想說邪靈 說不到 由耶穌來一下就趕到 他就問耶穌 為何我們趕不到 他在這類鬼裡要禁食 很高 要點就是有些邪靈 是難趕一點的 但難趕一點 是否一定要禁食呢 禁食來有幫助 譬如這個人 我昨天跟祈禱 都說禁食 一直禁食 這樣便容易趕出來 禁食的時候 人就會軟一點 身體軟一點 會靠耶穌多一點 就是覺得自己沒有力 他會放低自己多一點 我來說 我周時沒有任何準備之下 在聚會祈禱 跟著人有情 這種情況實在太多了 所以根本是 沒有機會去禁食 我當時也沒有去禁食 為何呢 我又要領聚會 我又要體力 所以我又要人吃 我覺得禁食的部分 只是幫助我們放低自己 有信心 倚靠神 所以你有這個心的時候 是否一定要禁食呢 不一定 這些只是一種幫助 重點是我們的信心和神的關係 我講邪靈 我都未試過禁食 我未試過一次禁食 為何呢 因為每次都好像突發 每次有邪靈 就馬上出發 或者在聚會裡有 而我都發覺不一定需要 但如果有人說 我想做好準備 是好的 我覺得是好的 我認同的是有幫助 在聚會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